大家又開始 就是比較要警戒性 我現在前一陣子 就比較放鬆鬆懈 消毒用品補好補滿 真的不能輕忽 台灣又有武漢肺炎本土案例 也是會怕 大家還會怕 對啊 是盡量不要去太多人的 阿嬤來幫孫子補貨 口罩需求明顯增加 還不至於到搶購或買多 多了購買量多了多 差不多多了兩成左右 防疫物資熱度再起 短短一天時間不止酒精夯 口罩購買量也增加兩成多 常常會擔心就是疫情再爆發 因為現在又要跨年 然後又聖誕委會 那麼多人聚集 最主要我覺得還是口罩 因為現在到哪裡 都還是要戴著口罩 來到彰化國家口罩隊 二十條產線全開 再增加五六條生產線 一天可以達到 一百五十萬片以上 口罩工廠董事長透露 以現在政府徵收量 所有國家隊供應 每日四百萬片 但至二零二一年 元旦起會增加兩百萬片 以自廠現況 未來還會擴充五條產線 日產量從一百萬 增加到一百五十萬片 扣除二到三成徵收量 數量足夠在秋冬 疫情升溫 台灣出現本土案例之際 助攻防疫 三雄中部綜合報導 產業 還以為 決定